哈喽大家好,我是饕天 今天给大家分享个省时省力,免揉面,麻花头的做法 外皮焦香酥脆,内里,渲软好吃 赶紧跟着饕天的视频做起来吧 首先空盆子里倒入150克40度的温牛奶 再倒入一克大约50克重的鸡蛋 两勺白砂糖 三克酱母粉 用筷子将鸡蛋液搅散 分次加入300克加着长的中筋面粉 一边倒入一边快搅拌均匀 咱们今天的面团要稍微的活软一些 搅拌成这样的面团状就可以了 再倒入30毫升的食用油 继续用筷子搅一搅 再用铲子翻拌面团 这一步呢是非常的重要 咱们最少要搅拌三分钟 盖上盖子松弛十分钟 时间到了 再倒入10克的食用油 继续用铲子翻拌面团 可以看到松弛过的面团呢 简单的翻几下就能变得非常的光滑 盖上盖子醒发到原来的两倍大 请发了面团放在面垫上简单的揉几下 再搓成粗细菌上长条 用刮板分成几个大小菌面剂子 下入浆面剂子团成光滑后再搓成长条 给表面刷点食用油锁住水分 盖上塑料布松弛十分钟 像这样将松弛好的面条搓长搓细 长度呢4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将两个面头朝着相反的方向搓几下 提起两头面条就会自己缠绕在一起 然后固定住一头将另一头呢再搓几下 像这样打个结咱们麻花生坯呢就做好了 等所有的生坯都做好后 盖上塑料布醒发20分钟 起锅烧油 等放入筷子冒出密集的小气泡时 油温呢是刚刚的好 将做好的麻花头生坯 一次放进油锅里可以看到生坯呢很快就飘了起来 说明油温呢是刚刚的好 而且生坯呢也喜欢的是非常的到位 生坯进锅后咱们先别绕起翻动 先让企业定定行 等所有的生坯都进锅后就可以翻面炸另一面了 炸麻花头的时候呢一定要筷子不停的翻面 要不然炸出麻花头不是软趴趴的 就是太硬了嚼不动了 这个时候炸麻花头的油温呢也不能太高了 要不然炸出麻花头外焦里生 不太好吃 等炸到表面金黄金黄的时候 咱们要开最大火再炸个30秒 时间到了 咱们的麻花头也炸好了 各个金黄金黄的非常的有食欲 喜欢小伙伴赶紧尝尝尝吧 炸天每天都会来分享不一样的美食 感谢小朋友点关注再走吧 我们下期再见